黄废寂静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今天的这个案件发生在河南的汝州 是父亲杀死了自己的亲儿子 这是极其罕见的事情 为什么呢 一起来看 2015年10月4日下午 河南省汝州市小屯镇 鲁星庄村村民郭孝飞 来到自家卖地旁的基景 准备抽水浇地 可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吓坏了 他发现上下了一位毒子遗伤 当然经过两米的时候发现是个人头 接到报警后 汝州警方立刻出动 并被现场进行勘察 当时发现这个打楼上这个尸体这个时候有一个男性 年龄在23岁左右 身高都是大概是一米七 体型偏瘦 当时因为这个心也比较深 显然的条件不是很高 从接触方面来讲 提取到可以利用的很牛腸不多 发现的时候其他死亡有不到24个小时 因为他的死因就是众多个颅脑损伤和病逆水死亡 案发地比较偏僻 周围是视频监控的盲区 死者身上没有发现能证明身份的证件 他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呢 警方分析认为 死者应该是鲁兴庄村附近的人 把案民警迅速对案发现场周围村庄的外来人员进行检查 并召集小囤镇各村村干部和村民对尸体进行辨认 我们以小囤镇的45个青春村 第一时间安排让他们村长书记过来辨认这个死者 一直辨认到晚上都说不是我们专门的人 结果真正把这一个小囤镇全部排上 也没有查到试院 所以这些人有得注意着 随后警方在小囤镇周边提出认领尸体告示 可十多天过去却无人认领尸体 警方开始扩大排除范围 在平顶山市石龙区 宝峰 甲县 登峰 雨县 通过广播 电视台发布认识启示 尸体无人认领尸体 警方开始调整思路 死者身上一件灰色家败家海绵厂工作服务 和一件印有六合北徐字样的内衣 成为警方调查的重点 有可能从海绵厂或者私钥厂的职工 被别人谋杀之后 跑射到这里 对着海绵厂他们近几年来 近他们厂务 务工人员 有谁发放过这个 有谁穿过这个工作服 这个人员进行查找 流动人员比较多 是干个几个月 他都会辞职离开 这对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很快在海绵厂调查的警察发现 这条线索无法跟踪下去 这个厂是在2015年初的时候 发生了火灾 所有的发衣服的名单 还有工作人员的工资表这一类的 全部都没有了 海绵厂的调查受阻 警方手上有价值的线索 只剩下一件因由六合北徐字样的内衣 罗赫的一个饲料厂 打工室就发了衣服 都去排查 因为可能在那个厂里面打过工 从饲料厂反馈回来的信息 让警方的调查再次受阻 这家饲料厂因为停产多年 很多相关信息已经无从查证 排查将近有20天 简单看是不明显 没有犯案有价值的线索 真的是难的也比较大 他们比较之后应该是个 骨头案 可能应该是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 20多天前 从死者身上提取到的DNA信息比对 有了新的发现 从库的那个公安部 在那个人口信息库里面 比较出那个死者的信息 第一个养民 就是和那个包风险 一个人相互一合 前行乡的一个叫张某凯的 这个男子 他的基本情况 特征啊 还有他的地理位置 与我们这个现场也比较近 我们基本上锁定受害人的身份 警方所说的张某凯 是平顶山市保风县前营乡 宅庄村人 因为张某凯患有精神病 他的DNA信息 曾被保风县公安局提取 宅庄村距离案发地 鲁兴庄村10公里 之前警方贴出的认识告示 也曾贴到了宅庄村 但是张某凯的家人 却没有前来认领尸体 作为你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有警力病 平时不赶货 警力病发作的时候 很比较严重 有暴力倾向 加了他父母 为此也增加了不需要的经济负担 警方在宅庄村的走访过程中 得知张某凯是村民张某军的大儿子 可是这段时间却一直没有出现过 因为张某有警神病 平时他家也会给他送到警神病院去砍病 他平时交往人也不多 他即使不在家 村民分也不大 2015年10月27日 警方对张某军进行了询问 发现张某军的反常后 警方将张某军带回公安局进行审讯 张某军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消息传出 村民们都觉得无法相信 在村民眼里 张某军为了治疗儿子的精神分裂症 到处求医问药 费尽心血 却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老实人会走到这一步 来到张某军杀死了 他不要那么转业步 你得闹狠 但是你说孩子有病是有病 孩子也不至于你给他害死 他说最大的时候 他不应该追着下手 不应该追着爸爸 都自己感觉着非常后悔 作为大难人 滔滔大哭 自己成一把自己孩子杀害了 张某军对他也是一种监讨吧 接着想没办法 他平常我上楼台楼手指炸了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近几年我们在新闻里 频频可以看到精神分裂症患者 发病的时候伤人的那种恶性事件 比如说人家孩子在家门口玩得好好的 忽然过来一个五疯子 几下就把孩子打死了 或者是冲进了小学 把小学生抓起来 从楼上的窗户里面扔到楼底下 摔成重残 这种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愤怒的谴责 这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的家属 就是你们作为监护人 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不看住了他 怎么能让他出去做这种事 那今天这个故事 让我们第一次站在了一个 精神分裂症家属的立场 看一看他们所承担的那种重负和无奈 那就是恐怕你一定是会去杀人的 那我实在没有办法阻止 我就只能把你杀死 亲人之间抱在一起同归于尽 我想那是一种非常悲凉的心情吧 我们接着往下看 张某君今年46岁 妻子李某今年45岁 夫妻俩靠务农为生 家里两个孩子 大儿子张某凯今年23岁 二儿子张某飞今年10岁 虽然家庭条件一般 但是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也算平和 张某君从小对张某凯也是疼爱有加 可是所有的一切都因为八年前的异常病 而发生变化 2007年8月的一天 张某君偶然发现正在上初三的大儿子张某凯 行为有些怪异 他大儿子从小到小出于春了 不上后来了 从15岁开始发病 张某君后来回来 回来 他离了平房很久 天下来很久 平房给他弄下 弄下来 他的头部都很上了 很上了 跟那个合同的枪上撞了 撞了我眼 把这孩子扎着想给啥子病 说了看神经的时候 说神经规规的时候 看这找看这哪 想不到一千都没有救我哪 偷一千 从那里扎回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夫妻俩不知所措 夫妻俩带着儿子到县医院去检查 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张某君夫妇开始四处求医问药 想尽各种办法 想要治好张某凯的病 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将来 他们甚至隐藏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 那一段时间张某君坚信 儿子的病一定能治好 这孩子发生的时候 他脸色脸色有个重 脸色的刺 他不代表有影响 精神太多的化烧 磕磕 可是几次求医下来 儿子的病一点都不见好转 情急之下 夫妻俩甚至带着儿子 试过各种奇怪的偏方 他又说了 生理规规吧 还老得想着油了 装了装下 还照着了身份 照着老婆们看看 关于老婆的身份 也不是花了五百八千 一直照着一百家 99个家 99个人家 全都放在国内 饿水 饿水上的喝 什么样式的水 都喝 啥都吃 从2007年开始 张某君一直没有放弃 对儿子病情的治疗 可是几年下来 花光了家里三万元的金须 经济压力随之而来 在入州包房 看了 一次一次看了 有半年 有三十两三个月 他得着病 撞了解决 撞了出来 就是这样 在那小处进去 这样不能成年 撞了之后 那也不撞了 现在 经济承受不了 就是这样 一年一年 一年一年 都在这都过 一幕前头回来 一幕前头回来的 回来就能见了汉球 汉了双鱼 他到了 尽管夫妇俩 竭尽所能 为张某凯治病 但张某凯病情 并不见好转 反而脾气更加暴躁 一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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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发了 表演看不好 最后再去念 他一天的消吧 才好一点 跟他说不好听的时候 谁跟我他消 你得一天关了他 现在他一打了 关不了他就打了 又过来 他就不死人 难道是难强 张某军 眼看着孩子 一天天长大 想着趁张某凯病 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 给他娶个媳妇 并且还在 宅庄村村东头 给张某凯 盖了房子 盖了村民 盖了村民 盖了房子 那开始的时候 前他村民都知道 可是随着 张某凯病情的家众 发病的次数 越来越频繁 经常惊动 左邻右舍 渐渐的村里人 都知道了张某凯的病情 娶媳妇的事 也不了了之 病情加重的张某凯 每次发病的暴力行为 也逐渐升级 让张某凯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儿子张某凯 差点将自己肋骨打断 就退 他多大阶子了 他又进 他说 他把那狗的 我来无论 也没有断 后来我拍片子 也让我没断 反正又痛了 我听了动都不敢动 后来也请了医生 我爱说医生 说你得啥干啥 我都没跟他说啥 你要说自己肋骨打断了 多少交代 每次被儿子打 张某凯也恨得不行 可一想到犯病打人的 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 他又选择了忍耐 有时候给家人打了敲了坐了 我都不抗计 家床不干 都不干啥 都不干啥 他妈又给他 你投票 你别把他说了 你再说人家 傻求 傻求 张某凯隐忍 反而让张某凯 更加无所顾忌 在村民的眼中 这一切都和张某君夫妇的 纵容有关 他有点肥 今天他爸 他一丢 他跟他一丢 他跟他一丢 都哼上去 怕他有那个 有点力 别他 别他力 一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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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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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让他 我看他欠和 他现在 他当他 他爸 他放不住 他拿着手都打 拿着鬼忙都哼 他肯定跟他打伤 如果说张某凯 只是在家里闹事 张某君还能忍 当张某凯开始扬言 要看周围邻居时 张某君便开始整天 提心吊胆 他跟他妈说 他打了 打一个门戈里 我扶你 我看他老不顺 他这家乡走 我对他回顺 一眼睛才是大 一眼睛一说这啥 我他叫他说他 那有我说完 我孩子 我孩子 好像你也就贵 好像你这样做 说完我孩子 说完我孩子 他叫我说出来 别我说都快上我狗去了 2015年初 张某君担心张某凯 在村子里惹出事端 便带着大儿子张某凯 去无锡打工 可到了无锡之后 张某君带着儿子 又无法安心工作 我爷在外面 我爷想听 看了 用了书 用了光波 用了啥子 说了他 讲这表 说不了他 他又给他 也认得好 他看似有点 我爷害怕 有家不能回 在外打工 带着儿子 又无法生存 饱受煎熬的张某君 带着张某凯 来到无锡火车站 他想彻底扔掉 这个包袱 我都想着 兄弟都不想着 回到老白 我在三五 或是火车站 也是干了六两几天 他能找了什么 他能找了什么 可是 留下儿子的张某君 心里却更加难受 半个月后 张某君又回到了火车站 我去了 因为收了个啥 钱还了 后来没办法 我打电话 没有车票 我打电话 他不是说 孩子我孩子 没办法 真是没办法 当时丢了 让他自称自民 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看他的生活不能自立 看他后来 他的与心不忍 又把他送回来 张某君将张某凯 送回河南老家后 便再次回到无锡打工 想着儿子 只要不惹事 自己也能挣钱养活他 可是让张某君没想到的是 这次的经历 让儿子的病情更加厉害了 回来以后 结果病一发 比影响更严重了 他都给他动作 给他拿刀 拿剪头把 拿石 拿石 拿石头 对张某凯 已经放弃希望的张某君 本以为日子就这么熬过去 可是2015年8月底 张某君接到妻子电话 大儿子张某凯发病时 竟然开始伤害弟弟张某飞 他有个弟兄弟弟 他又挪着孩子 拨着跟他下方做 挪着眼睛被动 你没有带我吓死 我又跑了可快 你自己孩子你杂住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我介绍一下道场嘉宾 媒体人黄飞觉博士 心理专家伍志荣先生 欢迎两位 这里边发现孩子有病之后 看来家长首先求助的是神婆 把很多钱都花在了 神神叨叨的这些治病的 民间治病的方式上 花了一万多 吴老师怎么看 因为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经典的 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就是说精神分裂症 它有两个症状非常核心 一个是幻觉 一个是妄想 幻觉常见的 比方说幻听幻视 他觉得有人在对他说话 但实际上就是 那个没有 但是他真的能听见 他看见一些 就是不存在的人 这是我们的说法 对他来讲 他就能看见一些 实实在在的人 所以他的幻觉 他的幻听幻视 包括其他的一些幻觉 就很容易让人 让旁观者觉得 像是有那个鬼神 或者中了邪一样 或者像附身 所以在农村里头 如果大家没有 接触过这些知识 你就会这样去想 就真觉得像是 有什么附身 有鬼神在发酷作用 所以要找神婆去做这个 另外一部分 他们是有这个叫 叫妄想 妄想各种各样的 但经典的叫 被迫害妄想 他觉得有人在害他 所以他才去攻击别人 那么像这种 就是五疯子 他们的经典的暴力行为 都是因为他认为 有人要害他 所以他要去攻击别人 那是所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都是五疯子 随时有可能打人吗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说那个 只是部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才会有这样的情形 而且常见于是偏执性 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就是才可能会有这样的行为 就是还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他们是没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这是我们要澄清 不是精神分裂症 就等于五疯子 这是两码事 而且我觉得家人 还有一个误区 就是一直觉得家丑不可外扬 这件事最好别让别人知道 所以就一直捂着 一直不好意思带孩子去看病 我觉得这些可能都耽误过这个病 黄老师怎么看 实际上有这个病的情况 城市当中在我小的时候 我觉得总是有那两个 在那闹市的那种疯子 就是每条街上 每个胡同里都有一两个疯子和傻子 后来我们这个城市发展了 经济情况好了 这种人就没有了 所以我的一个直觉 实际上也是对的 这个东西和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 精神分裂发展是反比的 越是大家富裕了 精神分裂素质高了 这些人的安置越是得到保障 所以农村当中 现在还留着这些的情况 也是和我们现在的 整个社会发展情况 是相对等的 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 我们中国人口基础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即使某一种病 是很小的比例 加起来那绝对数字 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 然后他自己也很痛苦 他的家人也很可怜 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张家的事情 我要害怕 他不要犯了 他上来 他太夸大了 你把咱俩还给这些人 都没力了 我说你得这样子 你得干这样 自从大儿子张某凯患病后 小儿子张某飞 成了张某军夫妇俩唯一的希望 张某飞已经十岁 正在上小学四年级 和童年孩子不同的事 张某飞在人前表现得格外沉默寡言 以往张某开犯病 在家里犯魂 虽然也会波及到弟弟张某飞 但在张某军看来 就算大儿子动起手来 也不会真的伤害到小儿子 平常在屋子看着看着 他做那个老大 家里的孩子 拿着就拿着 跟着孩子等到那个 他没想到死 他打他弟弟这儿正常 他跟他弟弟这儿都是 甚至又伤不了多少时间 他都会出现这儿 一吵嘴他都会打击 但是这一次 打儿子的行为 让张某军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 他那小子要热了 我说热了 他打人家打得痛 他靠他 他上来痛啊 他害怕跟他的脑子 那得要打坏 你要来咋弄 从无息回到家后的一个月 张某军一直在观察 大儿子张某开的一举一动 慢慢死去生命 这还陷入人 必须死去自己害死 请家伙上来就 请家伙建筑带着手 他给家伙不放心 一天过一天 想到室里看是啥 你能过了半个多月 我看这机会都在弄 真是要命 一个月过去 大儿子张某开的情况 没有任何改变 张某军决定 无论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家人 他都需要想一个办法 彻底消除家庭的隐患 年龄越来越来越大 也跟他父亲的话说 他再听两年 他父亲 也就是两个人在这个 各体力量的递避上 已经这个明显了 他父亲逐渐 这个一天一天地出一桌上 所以说他这个危机感 也非常严重 青山都是在惶恐之中 活着这也活不正 实际上到张了 这桌子好强 真是没办法 2015年10月3号晚上7点 张某军以带儿子看病为由 将张某开骗到了 卢州市小屯镇 鲁兴庄村的一口鸡井盘 张某军拿出事先准备的老鼠药 让张某开喝下 张某开很快出现了呕吐症状 张某军在犹豫20分钟之后 又向井里扔了几块大石头 确定张某开死亡后 张某军独自骑摩托车 离开现场 我上了这些孩子 上去我比较大行 比较大行的话 你不然情人不然看见 张某看不见 我梦见都不两三个人 都不一个人 都不一个人 看不下 就三个人看到 张某军是他 后来这肯定后 后来 完全破坏以后 说的话我们心里也不轻松 家庭全是人 他们有很多苦衷 我们也很痛心 这个犯罪性 他们也全是很有无奈 八年的节奥 面对患有精神病的儿子 张某军最终 还是走向了绝望 在农村 由精神病人最终导致的悲剧 远远不止张某开这一例 这种情况在入州市 包括平山地区 特别是偏僻的农村 发生着无疯子 精神病人 着感 或者说由于监管不到位 社会管理不到位 这些发生这些案件 这些案件 这些案件 占着比例的 相对来说比较大 全社会应该管理 得精神病人加强监管 得由经济困难的家庭 给予救助 把这些人 最好是治理好 但起码说 不能让他病性加重 另外这些有暴力凶行 这些犯罪性 这些精神病人 最起码得有监管的措施 你不能让他处于失控状态 是非常危险的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那这种情况呢 我跟安定医院的医生 曾经讨论过 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比如在国外是怎么处置的 我们国家目前有些什么问题 刚才吴老师也说了 不是所有的精神分裂 都是五疯的 随时要打人杀人的 大部分情况 他不发病 他只有在发病的时候 他才会去 会去发疯 然后这个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送到医院去药物控制 国外是这样 他发作了 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控制 一般来说 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的用药 就他那发作期就控制下来了 控制下来之后呢 他基本上生活是正常的 不会再惹事 那他马上就出院回家了 每一个社区都会有社工 这些社会工作者 是有这样的医疗常识的 平时是会帮助这个人家 随时都会比如说 看管判断疏导 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如果过两年 他可能再发一次病 他就又被送到医院 可能看一个星期的病 就又回来了 这个医疗资源是循环的 我们国家呢 有几个问题 第一呢 是很多人家 有精神分裂症患者 出现的时候 是自卑的 不愿意说出去 不愿意带着去 所谓的封人院看病 结果就耽误了病 第二 有的是钱的问题 虽然比如农村新农河 也有报销 但是那个报销的比例 反正你自己 还是得花挺大的一部分的 那这个病呢 又不是看一次两次就能好 还有很多人家呢 愿意花钱 也愿意看病 是根本就挤不进去医院 我们的安定医院 全都人满为患 您永远都拿不到一个床位 为什么呢 只要一住进这个医院的人家 就觉得 哎呦 哥家里抽风惹事 我们也看不了 好不容易进医院了 自要送进去了 十年八年都不接出来 所以那个医院 就永远养着长期关着好多固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占用医疗资源 结果就导致别人都进不去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误区 像这家也曾经想这样 尤其是农村 一看有人发疯了 就说赶紧给他娶一媳妇 让他生几个孩子就好了 那个好不了 而且还有可能就遗传了 制造更多的悲剧 这个发病的孩子的姑姑 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悲剧就这样粘延下来了 那么确实就是很多精神分裂症 是非常难被治愈的 所以它就像是一辈子的事情 但是比较好的方式 就像你讲的那个 先被药物治疗控制他的病情 然后控制病情之后 再回到家庭里回到社区里 像他当作一个正常人 这样来对待 如果当他再发作的时候 再送进医院 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 这个循环过程 但是我们国家 这明显我们的管理 到不了这个位置 就是另外呢 我们会像刚才讲的这种情形 就是他家里的长辈 有精神分裂症 这个孩子也有精神分裂症 这是怎么回事 基因遗传占多数 但是同时我个人认为 就是你的家庭养育 你有很大的影响 比方说像这个家庭 我们就看到一部分 这个爸爸讲到 他小时候怎么养孩子 他不会让孩子先进被窝 就是让冬天冷的话 他要让孩子先在他身上 把他等那个爸爸被子暖热了 他把孩子放进去 相当教官 对 那通过这个细节 我就来判断 假如他只是一个细节 那这样还好 但是假如这个孩子 经常被这样养育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精神分裂症里头 就是按照精神分裂症的说法 就是实际上 他们有一个核心的症状 就是他们有个全能感 全能自恋 什么是全能自恋呢 就是说这个世界 就应该按照我的意愿运转 我想让这个世界怎样 就应该怎样 那么如果我们像这样 这样交宠的这样机讲他 那么这个孩子 就相当于他的全能自恋 得到极大的满足 那么这个孩子 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幻觉中 这个世界就应该 围着我的感觉运转 然后他带着这个感觉 进入社会 他必定会受挫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愿意配合他 家里他发现他发病 实际上是 等他进入初三 他的世界越来越大 他在外面不断地受挫 然后他发现这个世界 没人按照他的意愿来运转 然后他回到家里 而且通常他们是这样的 我让你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 你没有 比方说你现在坐着 我其实想让你站起来 但结果你没站着 我就会觉得你攻击了我 然后他就把这个 所以他就说 这个世界没有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 我就把他想象成这个世界来迫害我 然后再加上他的幻觉 就是他这样的孩子通常是 想象和现实分不开 所以他就把这种被迫害的感觉 再加上他的这个想象的加工 他就觉得有神神鬼鬼 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人在攻击他 既然你在攻击我 我当然要缓击你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这个破坏性 基本上是从这来的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教训 就是当我们养孩子的时候 确实当孩子一岁之前 我们需要无为不值得呵护自己的孩子 当孩子逐渐长大 他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 他有能力独自面对挫折的时候 我们得让他去学习自己一个人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永远 让他有一种感觉 这个世界就是在围着他的感觉中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 一方面是个人家庭的问题 还是个社会问题 因为这个精神病患者 靠专业的人士才能解决问题 靠家庭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对对对 这不是各家里头能够理好的 所以我们这方面有立法 2013年就立了一个精神卫生法 但是呢有立法这个执法上面 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发展 一个经济的发展 这个水平还完全跟不上 像本案当中这样的这个情况 如果是如果早一点 比如说是去报案或者怎么样 而且有部门去救治的话 情况比现在要好很多 但是呢 正是由于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 所以他最后选择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 不过我这边必须要强调一点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 你结束他人生命这是违法 对 严重的 就他还是杀人罪 他是有自己很多很多的理由 但是他还是杀人罪 但是我们也看到如果他不下这个手 那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局面 你就不知道这个孩子要对神下手 很可能是他对自己家里的弟弟下手 那么这样的这种情况在我们整个社会上出现的这个频率和这个次数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呢应该这么说 我们城市现在对这方面的控制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在农村里边呢 就是这方面的整个一个 好像发生的这个几率 我查了一些新闻 很多都是发生在农村里边 所以在农村加强这方面的社会保障 我觉得很有必要 有别人哎 где你怎么 hat 不是 不是 大 acuerdo 我是 我们 't правд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